學佛不能不放下了 我們之所以說困難 就是不容易放下 不肯放下 投一個自私自利 齊心動念 投一個想自己 你說糟糕 所以在這個地方 真正想成就的人 常常想到世尊 常常想到灰難到死 近代的 常常想到螢光到死 他們實現 他們實現放下了 我們天天修懺悔 懺悔什麼 懺悔就是放下 為什麼天天懺悔 沒有真放下 每天放下一點 千分之一萬分之一 這不行啊 那放下 萬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也不行 那你那一年就 就還是 六道萬分 你不究竟嗎 你不彻底嗎 也就是 你沒有真放下嗎 啊 那要怎麽就真放下 沒有絲毫為自己的念頭 真放下了 齊心動念 為一切眾生 記住 一定是三輪提空 這是真放下了 三輪不空 每一方下 啊 為什麼三輪提空 三輪提空 就由於信德萬現相應 啊 也就是大神經理常常教給我們 也金剛經 大家常念 一切有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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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經空 不可得 金剛經常冉 凡屬由相 皆是虛望 後頭的記者 一切有違法 如夢幻報應 这都是佛教给我们的 祝福如来 硬化在世间 社报图里面的法身大四 跟如来一样硬化在世间 那是他们的境界 他们丝毫没有一点之处 真的是问我 《金刚经》前半部讲的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数者相 行一切法 独化众生 做种种实现 后半部不但是这个相 相放下了 念头都没有 无我见 无人见 无众生见 无数者见 入境界了 一切放下之后啊 一切才能提得起 提起是什么呢 还原观山讲的事得 这些 谁云妙庸 为意有则 给众生做好样子啊 如何致值待众生苦 这个后起来 做而无作 无作而作 那就三人提供 做不做 真做 做了没有 做了没有 没做 怎么没做呢 没有一样是为自己做的 这当中无辜 那就是佛菩萨 当中有我记住 六道凡夫 你做种种 在佛法里做种种佛法 将来在六道里的人天佛宝 出不去啊 真学佛没有别的 断一切物 虚无一切善 善我有标准 都是用的事件法 弟子规事件法 感应篇 十三夜道 事件法 什么叫事件法 齐心动念 就是事件法 不齐心不动念 出事件了 为什么呢 不齐心不动念 就不再是法节了 这个我们这些年来 在花言大神经里面 想了很多很多 多二十五了 你看 不执着 就出流道轮回 我们要记住 我们还有执着 换句话说 轮回 这个关 没出去了 不分别 不齐心动念 是出事法节 所以我们要细心想一想 我们连出 轮回 这本子都没有 佛所讲的 是我们每个人 都能做得到的 佛把这些 里根寺 讲这么透彻 讲这么清楚 是什么 你真搞清楚 搞明白了 欢欢喜喜放下 再不沾边了 我这放下 还能活得下去吗 活得比哪个都是在 那 释迦牟尼佛 一切放下了 他也没落死 也没动死 他活得多自在 他活得多快乐 那我们这世间人 学了佛 为什么不敢放下 一想到 那释迦牟尼佛了 那是寄功 他是阿罗汉 我们不行了 我们放下 肯定我死 动死 所以 永远不敢放下 那就麻烦了 这个是 学佛最大的一个难关 头一个瓶颈 非常不容易突破 这个瓶颈突破之后 就一帆风声 头一关难 真难 明文立阳 无欲流程 有没有 有 心底清净 别人都不沾 但是在世上呢 世上可以活光通晨 心底呢 心底是清净 确实 编度门 编度不沾 为什么 知道 所有现象 念头累积的 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 不但是 像科学家讲的说 意念累积的 佛法告诉你 意念都没有 意念是什么 意念是无名 你才能真的把 真心找到了 这佛法也叫真如 你才把 能把这个东西找到 这是真的 宇宙之间 万事万物的根源 能生 能现 能变 把这个找到了 这就叫成佛了 所以最难最难的 就是方向 所以我劝同学 那是引导 引导你到佛门 没进去 在门口 我劝大家放下 自私私利 放下明文理 放下无欲六成 放下坦诚之门 到那里 到佛的门口 没进去 进去呢 那要以佛的条件 放下见私烦恼 放下沉沙烦恼 放下无名烦恼 放下见私 就是放下六道了 六道就没有了 四圣法界先前了 放下分别 四圣法界里面 你到了最高层 佛法界 再放下其心动念 那叫根本无名 放下其心动念 你就进入 世宝图了 十八界没有了 说暴徒 我们一般也趁他 做一阵法界 那个里面有现象 但什么有变化 因为他是完全成现 新现 因为他没有实 所以他没有变化 所以人 真叫长生不老 他不起变化 不会老化 他也不会生病 他也不需要饮食 化身 树木花草 完全是长青 不会像春森 秋长 没有这个现象 所以那是一个 那是个一阵法界 跟舍法界里的状况 完全不相同 人人都是无量事物 真的 人人都是 都是 过过都是十八岁 永远不会算老 这是暴装颜图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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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